脂肪肝NG行為大公開 下面有幾點可以來自我檢測一下 你有沒有符合這幾項 例如說愛喝果汁手搖杯 就是愛喝飲料的 然後再來就是喜歡吃甜食的 跟每天都會小酌一杯 還有久久才凍一次 這些我都不符合 還是有脂肪肝啊 我也有脂肪肝 妳有 我也有 因為我的體脂就到30 哈 31 體脂這樣很高就很高 我之前也是體脂很高 我也是30 我說我那時候33 然後廖家儀就一直嗆我說 我告訴你這個體脂是生外 生個小孩子媽媽才會有的 妳聽什麼 可是女生體脂 可是女生體脂很高一點 本來就正常 沒有33 但是還是太高了 還是太高 還是太高 對啊 但是 上於30 對 減肥醫師叫我們降到20 其實正常24吧 差不多啊 現在已經有努力到25 努力到27了 我想就是發揮一下這個 手搖杯的傷害 那我其實常見 最近碰到的狀況是說 很多剛進大學的小孩子 入學體檢完之後 就看到輕度脂肪肝 中度脂肪肝 甚至有中重度脂肪肝的 那來的時候就很奇怪 那我就開始問她生活習慣 那妳平常吃不吃這個 吃不吃那個 通常碰到手搖杯 那就叮噹 對 我就是每天要喝一杯 而且呢 從什麼時候開始 從小學就開始 所以其實從小學吃到高中 吃到大學 那真的就有可能吧 我最近實在有個年輕的病人 才大學剛畢業26歲 進入這個電腦公司工作 那她來我們診所 就是她突然最近她貧尿 小便很多泡泡 然後體重開始有點減輕的感覺 她本來很胖 108公斤 然後減個一兩公斤 然後很口渴 那我一看她樣子 我們就立刻就驗血 一炸 水糖 炸針是340次 糖化血的瘦數 高達15.3 這麼年輕 二十六歲 非常可怕 所以我就在 請她再去做超音波看一下 重度脂肪肝 才二十六歲 所以其實可以 很嚴重這個狀態 那肝指數 當時是一百五十幾 SGOT 一百五十幾 所以基本上 它不只是脂肪肝 它基本上應該是 脂肪肝炎 脂肪性肝炎 所以我們就開始給她治療 第一個就是 現在要她把飲食 開始減少她 我說你現在第一件事情 手刀杯一定拿掉 第二個 如果你有喝果汁 喜歡吃水果 把水果也拿掉 她一定會覺得 水果不是很健康嗎 其實水果雖然健康 但是在這個病人的身上 水果已經不健康了 那第三件事情 我就開始控制她的糖量 就是每天限制她 你最多一餐就是吃半碗飯 當然我有開這個糖量病的藥物 第一禮拜回症 扎血的糖就變成一百一十幾 其實反應有點快 當然快得有點不太 不太像我一般看到的病人 但是很有趣的 這個病人其實就非常乖乖的聽話 她媽媽也就每天 準備幫她做好食物 嚴格控制糖的量 控制那個比例 才七十天我就幫她再復檢 原來的那個肝脂數 從一百五十幾降到五十幾 是比那個標準多一點點 所以其實很快的 年輕人其實只要戒掉 就很快恢復 更重要的是糖化血色素 從十五點三 七十天降到七點一 非常非常地有效 我就說其實 這個年輕人的脂肪肝 可能真的是來得快 他認真快就去得快 所以其實生活習慣 從小到大這樣做 就是一大大的NG行為 它只要改變 身體很快就恢復 當然碰到比較年紀大一點 就不一定了 年紀越大的 身材越胖的 脂肪肝越嚴重的 恢復的機率就越慢 糖分基本上過量的話 一定是轉化成為脂肪 因為你沒辦法消化 你現在糖分代謝 其實我們會補充到 肌肉的肝糖跟肝臟的肝糖 可是這個量很少 大概只有四百克到五百克 多餘的幾乎都變成脂肪 是 那事實上根據我們自己台灣本土的研究 我們過去在台灣發現脂肪肝的發生 大概是三成 那事實上我們在超音波 或者是美丁看門診的時候 發現這個數字遠超過三成 那因為我們醫院有跟很多大公司 去做巡迴見檢 然後幫他們做超音波的掃描 掃描結果我們就發現說 他們的高層就發現 他們公司員工比例超過六成 超過 兩個人就超過一個人就有脂肪肝 而且這六成當中又有 超過一半的人 他們已經肝發炎 所以不只說他們有脂肪肝 而且他們已經進展到 第二階段的肝發炎 接下來就會朝向肝來的 對 所以他就找我們去做衛教 去做講座 因為他們是非常大的公司 一進去我們就發現 每一層每一層他們都是 靠電梯在活動 沒有人走樓梯 然後每個人一進到辦公室之後 一走進去就從頭坐到下班 中午幾乎都是外食族 沒有人自己準備東西 所以他們一來 活動量非常少 二來他們吃東西都是去外食族 他把電梯都封起來 他把電梯都封起來 把老闆四十幾頭 所以以往我們都覺得 就是台灣的肝發炎的原因 都是跟B型肝炎 C型肝炎這最有關係 其實九成以上是這樣子沒有錯 不過我們去年 就台灣的衛生研究院 我們就發現說 他們去研究一群肝癌的病人 九成是B肝吸肝沒有錯 可是有一成呢 他也沒有B肝也沒有吸肝 但他得到肝癌 明明我們就知道三部曲 是從肝發炎到肝硬化到肝癌 可是我們脂肪肝呢 他的走向不太一樣 他會跳步驟 在不知不覺當中你有脂肪肝 而且如果已經有肝發炎的話 也許哪一天你就 直接進展到肝癌 所以後來那一場講座 講完之後每個人就開始 他們發現他們把電梯給鎖起來 然後安全門給打開 像B肝 吸肝是病毒去攻擊他 可是脂肪肝是因為 自己造成 吃了太多的油 這細胞脹到破掉 自己造成 所以就發炎 因為像我就是 就平常也不運動 了不起六六六狗 然後我爸又超愛我的 我爸每天就說我都不吃水果 他每天都給我打一杯新鮮骨 唉唷 對 然後我又 我又常常吃蛋糕 平常每次出去像廖小姐 下午茶一下 廖小姐 你遠離廖小姐 就會減少脂肪肝 因為他每次都找出去聚會 聚會就要嗨一下 結果要小作 四象全中 哇 因為我之前就是因為我爸 本身有膀胱癌 然後有一次呢 我就去廟裡拜拜的時候 那時候就是神明在問事 我就想說問一下我爸的病情 是接下來會不會比較穩定啊什麼的 然後那師父就一直說 我知道你爸爸生病這裡有問題 我說真的嗎 然後他說對 第一次師父會幫你 然後我就想說那就帶我爸去檢查 我帶他去做健檢 我又不敢跟我爸說 我怕你有轉移 因為我怕他會就是心情好 我就說爸我要去做全身健康檢查 那你陪我去 因為我沒做過我會怕 壯膽我們兩個一起 結果檢查出來之後 我爸除了他原本的癌症之外 他所有的指數都非常正常 結果師父有幾乎 師父在說你笨 師父也是蠻妙的 然後他們就說 因為我就是 可能就是吃得比較精緻啊 然後沒有在運動 但因為我說你平常運動嗎 我說六狗啦 對 其實我們發現 你只要降低你體重的5人 比如說如果你是50公斤好了 那你只要降2.5公斤 那你的脂肪肝就會開始改善 比較嚴重的人 你大概降個7到10%左右 就是說你大概降個5公斤左右 那你整個像剛剛說 什麼GOT GVD 破百 都會很快地回到正常 他們已經不胖了 還要再降2公斤 不是要降脂肪的部分 因為他體質應該是過高 其實講到這個脂肪肝 應該是這樣講的 為什麼大家會突然間 很關心脂肪肝這件事情 其實在去年有一個健典中心 他做全國 因為他做了很多健檢 你知道台灣人 第一名的慢性病是什麼嗎 其實就已經是脂肪肝 發現最多的就是脂肪肝 其實脂肪肝為什麼最近會受重視 就是剛才書師講的 去年國務院發了一個 很大型的研究 以前我們台灣人得到肝癌的人去測 幾乎都是鼻息肝 國外是脂肪肝 占大宗 因為鼻息肝是台灣人的國病 可是因為這幾年鼻肝有疫苗 鼻息肝都可以治療 所以台灣因為鼻息在得到肝癌的機率 是一直在大幅下降的 可是因為脂肪得到肝癌的機率 是慢慢的在上升的 可是有些瘦的人 他為什麼還得到脂肪肝 除了體質率很高之外 有時候是天生的 因為我們都知道膽過程百分之 其實是體內的自己製造的 最有的是基因問題 他天生他就是容易體質高 他就是容易會得到脂肪肝 你那種脂肪就除了減肥之外 如果真的減不下去 你就只能像瓜哥講的 就練肌肉吧 那你的基礎代謝率稍微高一點 對不對 另外一個 你要控制你飲食那個糖的來源 因為大家可能不太知道 如果你今天吃的是葡萄糖 百分之八十在身體的周圍 就會消化掉 百分之二十才需要肝臟去代謝 可是如果你吃的是果糖 幾乎百分之百 通通都在肝臟裡面的代謝 非常容易轉成脂肪肝 所以你才說 像很多人喜歡喝果汁 或是外面的那些飲料 會加一些果糖和糖醬 就非常容易種脂肪肝 之前就有個四十幾歲的業務經理 剛換工作 就開始很拼命的在那邊操勞操勞 操勞到有一天就右上腹痛 很痛還發高燒 就受到我們醫院的急診 那個急診覺得很怪 就幫他做了一個電腦斷層 就一坐在他左肝 竟然發現一個三公分的腫瘤 還壓住他的膽管 造成他膽管擴張 所以他有黃膽 又剛好產生了發炎 所以他會痛 那時候我們一看就覺得 強烈懷疑這個是肝臟 可是很奇怪的是 我們去幫他驗 逼吸肝 通通都沒有 他沒有逼肝沒有膝 我們想說這個人怎麼會肝癌 就很奇怪 可是因為他已經壓住了 剛好在邊邊 所以我們還是建議他開刀 直接就把他開掉了 就開刀的時候 光是用眼睛看 就知道這傢伙子肝肝 非常非常嚴重 因為眼睛看的那個肝的樣子 就跟正常肝差很多 真的就好像你看到的那個額肝一樣 真的就是 就長那個樣子 就長那個樣子 結果我們 接下來之後 真的就 後來病理報告出來 也真的就是肝癌 然後他也真的就是脂肪肝 但是那個人 其實沒有非常的胖 他的身情其實是還好的 他並沒有非常的胖 結果後來我們到國就問原因 想說奇怪 這個人好像也沒有家族遺傳的高血脂 因為我們看也都還好 才知道 這家伙子非常喜歡喝果汁 他一定要喝好幾杯 我說喝果汁 其實真的有很多的壞處 因為你想想看 你如果是拿來吃水果 你可能吃兩顆三顆 裡面有纖維質 再加上水分 一下就飽了 你水果是能吃幾顆 可是果汁很多人還會綠那個渣 把它綠那個渣 還要春光 還要把那個渣綠掉 纖維的時候被它綠光光 直接這樣喝 裡面就剩下果糖 而且一大堆 你一杯果汁 你是要打幾顆水果進去 你那個果糖這麼大量進去 九二九支 你當成脂肪肝啊 就像剛才叔叔講的 現在脂肪就很怪 以前我們都認為要 可是脂肪肝很怪 它可以肝炎 沒有肝硬化這一步 直接跳肝癌 直接就跳到肝癌去了 所以我還說脂肪肝 就是未來這幾年 大家要努力對抗的疾病 因為以後會是 台灣造成肝癌最主要原因 我現在要講的是癌症的部分 其實很多觀念都會改變 大部分以前所謂的肝癌 我們都是直接一個剖腹油的 切Benz型的那種大刀 那現在因為有所謂的 所以一般呢 現在醫學上公認 溫線上 3公分以下的肝癌呢 其實是可以靠燒就燒掉 其實不用開刀 那我有一個70歲的一個病人 那他在 左肝上面長了兩顆 2公分 2點多公分的肝癌 那他一個月前才放完 那個心臟的支架 那剛放完心臟支架 你說麻醉開刀其實風險相對是比較高 所以我們就讓他去做一個 RFA射品燒作書 就是他就是躺著 那也不是什麼進手術室 他就在門診的那種治療室 然後就打麻藥 插針下去燒就這樣 然後燒完就結束了 燒是乾喔 對 那目前追蹤兩年 目前這個病人是好好的 沒有在其他的問題 現在可以用燒的這樣 對 然後另外一個病人呢 另外一個一樣的案例是 類似這種的案例是一個40多歲的男生 他直腸癌 那他直腸癌的時候很不幸 他在診斷直腸癌的時候 已經發現 左右肝各有一顆2點多公分 確定是轉移的 這個部分 因為都有做切片 那可是你好 我直腸癌幫你開乾淨 可是你不可能切左肝又切右肝 而且他長在肝臟的很中心點 你不可能什麼戳進去再挖或幹嘛 那個都是不可能做到的 所以後來怎麼樣 就是把他先直腸癌開掉 然後這兩根用一樣的方式燒 目前追蹤4年了 其實你要知道 當他直腸癌有肝臟轉移 那已經叫 因為直腸癌以外的器官有 他到目前4年為止都好好的 所以自從大概 如果我沒記錯的話 大概7 8年前色瓶操著術 全世界開始越做越多越多 他更早之前有 但是是零星的案例 大概7 8年前越做越多 那現在甚至發展到以前 文獻上還是寫 3公分的以下的肝癌燒會有用 那現在甚至我們有遇過一個5公分的 那病人肝硬化肝機能不好 那我們跟內科醫師合作 內科醫師直接插了3根針在那邊燒 燒完之後目前追蹤一年還不錯 就是這種肝臟有點 對 對 可是很多 新的醫學會從這邊開始會有進展 對 往前跨 對 就是說因為病人承受不起 更進一步的傷害 所以記得保守 那保守的話大家就去想 保守裡面怎麼去找出一條新的活路 那有時候新的療法就這樣跑出 睡覺不好好睡 脂肪肝機率大爆增 這是真的喔 真的喔 對 四鴻哥說的是正確的 因為其實根據研究發現 假如你 睡眠品質差 或是你 睡眠的時間不夠 男生的話 女生更高 女生脂肪肝的機會會增加三成 女生更高 女生脂肪肝的機會會因為睡眠 時間不夠品質 然後會增加八成 天啊 對女生這麼不公平 對啊 其實最主要原因都跟荷爾蒙有關係 研究發現就是說假如你熬夜的話 身體裡面有一種荷爾蒙叫做飢餓素 飢餓素會大量的增加 然後有個叫瘦素會下降 它會造成一個結果就是你非常想吃東西 飢餓素會讓你一直覺得很有食慾 所以大家熬夜的時候會想要做什麼 吃消夜 吃東西 這其實就是你的飢餓素在作怪 所以這是第一個原因 第二個原因就是說長期的日夜顛倒會影響腦部 有個叫下四秋 下四秋因為它會控管人的那個叫 腎上腺激素的分泌 那因為下四秋失調的時候 腎上腺激素的分泌會亂掉 它其實會增加脂肪堆積在肝臟的機會 那第三個原因就是說 長期的熬夜會造成這個 胰島素的抗性增加 那胰島素抗性增加 胰島素很多的時候就會讓身體裡面血糖 那些東西都會變成脂肪就堆在肝臟 所以這三個原因你假如長期熬夜 會讓你的脂肪肝的機會大增 我們有一個病人 他是一個高科技公司的處長 那他的工作就是他要晚上跟歐洲 美國連線視訊開會 所以他的作息跟人家剛好相反 晚上要工作白天要睡覺 那他進公司大概八年 體重就直線上升大概10公斤 那為什麼會這樣 當然就是因為他晚上工作的時候 就會忍不住想要稍微吃點東西這樣子 那結果後來公司年度漸減 一抽血滿漿紅 肝指數全部都是紅的 然後他超音波說是有 他就嚇到 看病的時候我們也是一樣問一下 他不醃不久 然後他本身沒有逼乾吸乾 所以他肝臟發炎的原因很明顯 就是確定是 但他不可能辭職 也不可能說不晚上開會 所以退而求其次 讓他想辦法控制他的食慾 所以我後來就建議他 打一種那種抑制食慾的蒸劑 那他就用這種蒸劑 讓他在晚上開會的時候 不會那麼想吃東西 後來他慢慢慢慢 大概花半年到一年左右 他又慢慢在瘦了 大概七八公斤 然後再重新抽血檢查的時候 紫素和脂肪肝就都有 慢慢恢復正常 現在如果我們講 我們講人的生理時鐘 如果像我們要去調 那他都晚上白天睡 那照理講就是 他的晚上當作白天 白天當作晚上 那肝他也不知道 到底是不是晚上了 肝會知道 其實睡眠的時候 因為不是只有這個 因為人的生理時鐘 跟你的天氣氣候外在環境 是有感知的 這樣子 對 而且比方說 有的時候你的房間的光 或聲音 隔音不夠好 光線那個不夠黑 不夠暗 這些其實在隱形中 還是會讓你的睡眠 變得比較受影響 而且你認為 你騙過你自己 其實身體很聰明 人就是一個 白天要起床 晚上要休息的 就是要很正常 所以你只要這個日夜有顛倒 其實很多東西都會受影響 那我前不久在健康檢查 就碰到一個同樣的是電子業工程師 他也是個主管 就他其實BMI稍微超過正常一些 就是過重 但完全不能講說是肥胖 就看起來算是還標準身材 結果插引波做完的時候 中度 不過它的肝功能指數 還在正常範圍內 那脂肪的一些檢驗 就稍微高一點點 所以我們剛剛講說 中度脂肪肝 我們就問他以前有沒有這種狀況 他說以前好像印象中 醫生跟他講說輕度脂肪肝 那醫生說也還好 叫他做點運動 或什麼的飲食調整一下 那他也沒有什麼在意 就照常的生活之後 就是變中度脂肪肝 但他有個習慣 就是晚餐吃完之後 回到家裡 看電視在沙發上 吃很多零食 就是垃圾食物 高油脂油炸 然後高熱量的這種食物 他做完之後 吃完之後就睡覺也不太運動 那睡眠時間也常常講說 什麼加班 有時候常常會開會 所以睡眠的時間 最近半年 睡眠時間大概每天4到6個小時 所以我們大家就跟他講說 你從輕度到中度 中度脂肪肝 有時候常常是沒有臨床症狀的 但是如果他從輕度變中度 如果他的習慣前面不改的話 他就可能變重度 重度就有很多問題會出來了 大家就找到 就是肝癌 慢性肝炎 肝硬化 都肝癌就都有渴 所以我們大概就跟他講 就是說你雖然不是很 第一個你雖然看起來不是肥胖 有點過重 但是絕對不是說 不肥胖的人就不會有脂肪肝 那脂肪肝現在在這幾年來講 因為現在國內的這個 BC肝的控制很好 在腸胃科技是努力一下 控制很好 那肝病的原因裡面 脂肪肝的造成的一個 慢性肝炎的這個比例就變高 越來越高 我補充兩個數據跟大家知道 第一個你要睡多久 我建議大家要睡七個小時 我們剛剛說什麼叫睡眠時間不夠 一般研究認為小於五個小時 算不夠 你假如睡小於五個小時 很容易脂肪肝 那第二個剛剛那個賈醫師 還有師傅朋友問的 身材是正常的 不是胖子 脂肪肝的機會有多少 臺灣的統計每四個瘦子 裡面有一個人都自訪肝 這麼高喔 不是絕對的 胖瘦並非絕對 跟你的體質啊 飲食習慣 生活作息 都是會有影響 所以我們要呼籲就是 就是臺灣的醫療 可以有現在這個水準 其實是 很多醫護人員的付出 我們醫護人員這樣子付出 然後拿這些薪水 就是 希望可以加薪的醫療 沒有啦 這真的健保 現在健保局就是這樣子 它就是給一定的量 然後就是要做出來品質 所以我來說 其實我主要是希望 醫護關係可以好一點 醫病關係可以好一點 對 不要三不五十就覺得 這個什麼怎樣 或是把醫護當作服務單 服務業 其實像講這個預先檢查 其實你講白一點就是 意思就是這樣子 預先檢查就是說 在你健康的時候 去檢查出來一些東西 可是現在還是很多人 沒有這麼多觀念 可是有時候 等到疾病發生 或是你在一些 某些情況才發現 這個毛病的時候 你的治療起來 就會有點困難了 之前就有一個女生 三十幾歲 她是被婦產哥轉過來的 為什麼婦產哥 要把她轉過來 那時候她已經 大概已經快要 三個月 四個月了 她在那個 因為我們現在那個孕婦 會有所謂的產前檢查 產前檢查裡面 就有一項是檢查 她的B型肝炎 C型肝炎 結果她說一側 她竟然有B型肝炎 她從來都不知道 她自己從來都不知道 她有B型肝炎 她不知道 那時候還有抽一個 所謂的Alpha Thetoporty 就是所謂AFP 就是我們講的 那個肝癌的腫瘤指數 其實一般的孕婦 那個都會高一點點 如果你孕婦是低的 你反而要小心 你的胎兒就是發育的問題 對 可是重點是 不能太高 一般的那個 這個肝癌的腫瘤指數 大概就是二十左右 上下下 她一抽出來 八二多 太高了 就完全都有問題 所以那個婦產科醫師 又看到她有B型肝炎 有沒有 就馬上轉到我們外科來 那時候我們就馬上 所以我們就用超音波方法一掃 一掃她左邊的肝臟 就有一個四公分的肝 就長在那邊 對 當然還好 因為其實她後來 這個算發現早了 對 其實已經算不大早了 已經四公分了 也沒有很早對不對 但是因為就跟她討論 因為總不可能等到 生完小孩之後 再來處理這一顆 但是因為要開個肝臟切除的手術 是大的嘛 所以她就拒絕了 她說可能沒有其他方法 就用 後來我們知道 用電燒的方法 從體外把那個肝癌燒掉 不過還好啦 就是整個恢復的就都還好 那我那時候就想說 你根本在結婚前 就知道你B型肝炎 B型肝炎 就可以治療 因為那個 現在B肝是可以控制的 C肝是可以治療到好 那更好的 現在所有的小朋友一出生 我們這個B型肝炎的疫苗 是直接就打了 我想說很多人 政府其實有很多的得症 像40歲以上 就免費幫你測這些 三高都會測 就是每年就會 三年就會有一次機會 可是很多人都沒有去做 有一個病人 他是一個八十幾歲的伯伯 那這個B肝他本身就是有三高 他就是有糖尿病 然後有高血壓 然後他三酸甘油脂 跟膽固醇過高 那他就在我們醫院 看那個內分泌科醫師 就給他吃藥這樣 那為什麼會來做超音波呢 因為他大概兩三年前 就是有脂肪肝嘛 那那個醫生就說 你很久沒追蹤了 我給你排個例行檢查 追蹤一下脂肪肝這樣 那我就掃描 就一掃 怎麼這個肝臟有一個黑黑的這樣 然後說B肝你有B肝嗎 沒有 你有C肝嗎 沒有 那你有什麼病 我三高糖尿病而已 不對 這個看起來還是像癌症 大概已經 後來我就跟他說 你肝就不會痛 對啊 然後我跟他說 伯伯你那個看起來怪怪的 你可能還要再回去看一下 後來就請他原主治醫師 幫他做電腦斷層 結果最後電腦斷層出來確定 他還是真的得了一個 對 這個伯伯就是最好的例子 他就是有 超音波的脂肪肝 三酸肝油脂偏高 然後他本身糖尿 所以我剛剛講的 他都有 所以不是吸肝跟A 對 他沒有B肝也沒有吸肝 後來就證實他什麼肝都沒有 他就是這樣得了一個肝癌 那因為年紀很大80幾嘛 又很大顆 所以後來就讓他做 就做肝動脈酸塞幫他控制這樣子 像這種 其實是最容易得肝癌 一般統計 代謝症候群的患者 得肝癌的機會 是一般人大概兩到三倍以上 所以這個要很注意 現在肝癌的治療非常進步 因為我們 所以像這種很大的肝癌 已經越來越少見 大部分肝癌都小顆就被找到 那小顆的肝癌 我們可以做 我們也可以手術切除 然後有某一些特定的患者 講他符合一些肝臟移植的準則 肝癌其實也可以用 現在肝癌可以控制很好 有的病人可以活十年 二十年都沒有問題的 很多 我是想告訴觀眾 現在我們治療肝癌的技術 成功率很高了 對 但是還是要注意肝癌 要小心肝癌 就變成說隨著時代的演變 造成肝癌的那個致病的原因 就會不一樣 就像之前都是VC肝 但是現在包括西方國家 之前的肝癌沒有那麼多 但是隨著他們的飲食 越來越精緻化 油 糖類越來越高 所以他們造成肝癌的原因 就是剛才那個張會長分享 他就是由脂肪肝之後變脂肪性肝炎 然後肝纖維化 肝結結 肝硬化 就變肝癌嘛 就是這一條路嘛 就是一樣 其實現在越來越多 VC肝我們有去想辦法處理它 但是你現在就要注意脂肪肝這一塊 那我自己是一個50歲的一個病人 他是由內科轉介過來 那他的肝臟就是有一個 2.5公分的一個腫瘤 那他長期有 大概20年來都有高血脂 那他高血脂就像剛才他們之前 其他醫師分享 他的高血脂的素質 三酸甘油脂都可以到700 800 但是他有時候就是這樣 這個越來抽700 800 我乖乖吃藥 下一次追蹤剩200多 應該比較好 那我自己控制一下 自己就停藥這樣 就都這樣在過日子 那他內科轉來的時候 是他要肝臟有一個 2.5公分的一個瘤 而且他們幫他做穿刺 已經確定是肝癌 其實他也沒有VC肝 但是我們看他的電腦斷層 還有看他的這個超音波 可以發現他肝臟就很多 一顆一顆一顆的結結 那在裡面就是一個 2.5公分的陰影就是肝癌 那我們就跟他商量說 當然現在進步了 你要插針燒也可以 你要開刀也可以 那後來但是我是跟他講 因為你這樣一顆一顆的結結 我就算幫你開刀 把那個2.5公分切掉 如果說你血脂還是不控制的話 你這些結結之後還是會變乾 所以這大概兩年多前的事情 那後來他就覺得說 那聽起來好像是開不乾淨了 那所以他就選擇插針燒 可是我說不管你選哪一種 請你務必記得 那我就把他這兩年多來 就扣在我的門診 追蹤他的血脂 都在一個正常範圍 那結果燒完之後到現在 不但沒有再復發 他一些結結的部分 就變得比較沒那麼明顯 沒那麼嚴重 所以是可逆可以改善的 是 對 所以脂肪肝的問題還是要注意 可是脂肪肝是沒藥吃的 他必須靠運動 他只能 對 脂肪肝他沒有一種藥說 吃了他脂肪肝會消失沒有 脂肪肝現在其實有藥 只是說現在在美國 大概在做第一期第二期臨床試驗 所以我們現在在用滿多種藥 在嘗試去治療脂肪肝 早年的話都用一些糖尿病的藥 現在就有發明很多用膽炎的 衍生物做藥 或者用一些那種 FXR的一些受體的東西來做藥 所以其實脂肪肝的藥 現在都在發展 對 就目前為止 是沒有脂肪肝的前生 但是血脂的藥是有的 我請教你血脂 比如說這個標準是200 可是他這個人血脂是250 請問他這個血脂藥 吃到什麼時候才能停 但是如果你願意去改變你的生活型態 那比如說你本來不運動的 你願意去運動 你本來很愛吃五花肉的 你願意去減量或變少 那你在追蹤的時候 醫生就會看你每次回門診的狀況 去動態調整 還是改變生活習慣比較重要 對啊 但是有的人是努力大概三年 又碰到情... 就鬆懈了 又碰到什麼感情上的打擊 事業的打擊 像最近這一波應該很少人會去運動 就過去死死的這樣 沒有 沒有 最多是大哥在家看 其實健身房也不能去 店也不能 都一直叫那個什麼 天福達什麼就叫來吃 吃了就手遊 現在手遊賣最好嘛 對 然後就越來越腫也不知道 反正就這樣 我也活不過明天 你訪我 然後我一個就是 就是這樣子一個35歲的宅男 就是不愛運動 有脂肪肝 看到沒有 來一個啦 對 然後又交不到女朋友這樣 然後他那一段時間就是 發燒了兩個月 然後他覺得他身體越來越黃 然後他很容易吃的就噁心 對 但是他還是肉肉的這樣 他就一直這樣不舒服 所以他決定要來醫院 結果來到醫院的時候 我一看 我嚇一跳 因為他真的很黃 我一用肉眼就知道他有黃膽 他真的這麼黃 對 結果我們幫他抽血的時候 奇怪 我本來預期肝指數會很高 就他肝指數大概只有50到70這樣 一點點高而已 但是他的黃膽指數35 我們通常25就很嚴重了 35的黃膽指數 配這個肝指數好像不太搭 那時候我就幫他做個超音波 就發現 肚子一包一包的 肝裡面一包一包的 像濃的東西 那就很合理去推說 你黃膽然後肝指數氣味高 然後發燒 所以我猜是 但是比較奇怪是 他的肝濃羊太多包了 所以那時候我們幫他做電腦斷層 可是電腦斷層 看起來也像肝濃羊 所以我們就先收給腸胃科 然後先給他打抗生素 然後當肝濃羊 那常惠哥他們住院 就可以做一些更細的檢查 就發現他的黃膽指數 一直下不來 所以就幫他驗了肝癌指數 結果肝癌指數居然破1萬 所以那時候就想說 這個會不會沒有那麼單純是濃 對 就幫他抽了最大那一包 就驗出來真的是肝癌 所以他是肝對肝 已經很多的轉移 那幫他做全身 目前是還沒有轉移 但是他肝裡面 已經有肝對肝的轉移 所以那時候就跟他說 我們要積極去治療 結果他也是 他就是 對 他就簽自動理念書 就回家了 對 像田醫師分享這個案例 他就是 多發性肝癌 然後 所以那個看起來像是肝濃癌的東西 實際上是 這個肝腫瘤太大 大到他 爛掉以後裡面就變成一些 濃啊 水啊 那種東西 所以電腦斷層超異模 看起來像是化膿 那實際上他是很厲害的肝癌 他是整個肝 所以他肝沒有正常組織 所以沒辦法代謝膽紅素 所以膽紅素會三十幾 但為什麼肝指數不高 因為肝指數要高是要有 肝指數才會上升 所以那個肝指數上不來 但是黃膽是毒素代謝不了 就超高 這個就很難移 這幾乎沒辦法移動 然後他也是三十五歲而已 所以那時候一猜一定 因為我們台灣逼吸肝 現在控制很好 住院還是在幫到double check 還真的沒有逼吸肝 所以他的問題還是一樣 就是脂肪肝 不運動 然後生活飲食的作息 對 他都會去抽血看你的肝功能 肝功能都有一個什麼SGOT SGPT 我今天要討論的是說 我們如果這些肝指數都正常 是不是代表你肝臟就正常 這答案當然是否定的 我就舉我一個案例 台灣肝炎最常見還是一個病毒性肝炎 B型肝炎跟C型肝炎 這兩個都是一個 血液傳染的疾病 我們的洗腎病人 因為每天打針都是在接觸血 比如說一台洗腎機有沒有 有六個人洗 如果你沒有B型肝炎 你上一面的人有B型肝或C型肝 你就有機會會傳染到 所以在早期 他們都沒有做分床分激器的動作 現在大家當然一定 你要來洗腎 我們都會說 你有沒有B型肝有沒有C型肝炎 等要分床跟分激器 除了這個之外還有一個叫 因為洗腎一定會貧血 很多都有貧血 他們經常在輸血 那輸血有那個空窗期 所以有時候輸到了 有C型肝炎病毒的血液 他又得到了 所以早期其實洗超過10年的 很容易得到那個C型肝炎 那現階段因為大家 不過現在已經沒有 現在大家都已經 大家都已經分床分激器了 都很乾淨 所以現在機率就很少 還有輸血的部分也是 現在都非常精密的在 所以那個大姐 那現在其實包括C型肝炎的治療 也可以把病毒消滅掉 然後藥物越來越多 在我們那個年代 我就舉那個案例 那個案例 他是一個媽媽是幾歲的 那他就是C型肝炎 那時候他想換腎 換腎不能有病毒性肝炎 所以要必須把那個病毒給消滅掉 所以他就去做那時候只有一個叫 干擾素治療 那干擾素 打干擾素很累的 那個打過程當中 類似像感冒一樣的症狀 會很累啊 輕微發燒 可是他就忍著忍著 把它打完了 那打完之後 C型肝炎病毒也都不見了 那可是不幸的是 兩年之後又有復化 他在等換腎之間 還沒有等到換腎 C型肝炎又復化 他講說 算了我就不換腎了 他就放棄 因為打干擾素真的太累了 可是我跟他講 C型肝炎 C型肝炎建議你每半年 還是要去抽一下那個胎兒蛋白 那個叫做肝癌的指數 還有一個叫做超音波要少一下 不能只抽GOT跟GPT 可是我們洗腎室 是每個月都會抽血的 我們每個月 一年抽12次血 都會看那個肝指數 那那個病 那個媽媽每一年抽SGOT GPT都幾乎都正常 偶爾他會失眠 或什麼有時候會高了一點點 那大部分都正常 可是他就 他就不願意去做那個超音波 跟抽那個胎兒蛋白 他想說我肝指數都正常 為什麼還要去做 那直到前幾年 他又突然想要換腎 你要換腎 你要做很詳細的檢查 又去排換腎 那這次做超音波就發現不對 肝臟有一顆大概1.5公分左右的陰影 那後來做了電腦斷層 什麼判斷應該是一個肝細胞癌 那後來就做 還好那時候做了一個叫酸塞治療 把肝癌細胞給栓塞就死掉 那個病人其實5年之後 肝癌沒有再發作了 不過這件事就他這次都想到 他覺得很奇怪 他在診斷肝癌那時候 他把我的病例 就是他過去一年 每個月的抽血報告 看了一下 他的肝指數都是正常的 所以這個代表什麼 肝指數正常不代表你沒有肝癌 甚至有一些人到肝硬化程度的時候 你的肝細胞都已經死掉了差不多1年 其實那個SGOT SGOT也幾乎都是在正常值 所以不能太依賴SGOT或SGPD 而告訴我們說這個就是 你就是沒有肝癌沒有肝癌化 這個是兩個事不對的 觀眾朋友看完說那怎麼辦 怎麼要預防 要等它動 所以每一種有每一種追蹤的方式 比如說我們病毒性肝炎 我們會確定他 大概每半年要回去掃一下超音波 只是掃超音波大家都會覺得好麻煩 因為你要預約時間 然後又要特別請假等等 但是這個還是必須要做的 就是不能只光靠SGOT跟SGPT這樣子 對 剛才洪醫師提到 像這樣肝指數正常 但後來會有肝癌的case 在臨床上非常多見 這是因為我們一般來講 我們的肝指數是指GOT跟GPT 其實這兩個是我們肝臟裡面的一個酵素 它常在我們肝臟裡面 所以肝臟肝細胞如果因為發炎 還是你隨便吃藥 造成肝臟受傷或死掉的時候 肝臟就像一個肝細胞像一個水球一樣 它就破掉了 這個酵素就放到血裡面去 那我們抽血就會說 你肝指數上升了 其實這個意思是代表說 你的肝臟已經有受傷跟死掉了 你有一部分的肝細胞已經死亡了 那肝癌呢 肝的癌症不管是良性 或者是惡性的腫瘤 它基本上是由正常的肝細胞變性而來的 所以旁邊周邊的它的鄰居正常的肝細胞 如果沒有因為這樣受傷或死掉的話 你去抽肝功能可能都是完全正常 看不出異常的地方 像剛才提到的甲型胎兒蛋白 就是一般我們說的叫做肝癌指數 那也不是所有的肝癌它指數都會高 只有有少部分的肝癌 它的肝癌指數是正常的 但是也不用太擔心 因為肝癌指數上升 也不一定全部都是癌症 很多時候是良性的狀況 像什麼狀況下肝癌指數最常會高 懷孕的時候 懷孕的時候去抽是一定會高的 還有肝臟有發炎的時候 肝癌指數都會高 所以這個就必須要臨床的醫師去重新判斷 那如果懷孕又正不幸又罹患肝癌怎麼辦 所以之後超過檢查就很重要 你要其他的影像學檢查 就是不相信那個指數 指數是高的 要更確認 對 不能單純靠抽血 像我有一個50多歲的一個麵包師傅 他本身是V型肝癌的代言者 他平常都覺得他自己在檢驗所 去抽肝功能 跟剛才提到的肝癌指數都正常 他就非常地放心 那一直到有一次他搬家搬到我們醫院附近 該讓我們自己追蹤 第一次幫他做超音波 就發現一個2點多公分的肝癌 他非常不能接受 他覺得我在檢驗所追蹤了十幾年 肝癌指數跟肝功能全部都正常 為什麼你說有肝癌 但後來我們做了電腦斷層 那也確定他真的是肝癌 他一直拒絕手術 所以後來我們幫他做了電燒治療 像烤肉一樣 把肝癌烤熟 那烤熟了之後 這病人就治癒了 後來也沒有再復發 就像這樣子的個案可以告訴我們 很多肝癌的患者 他的肝功能 甚至是肝癌指數 基本上可以完全正常 不是 他為什麼 他烤熟還留在體內 對 他在裡面就會慢慢爛掉 被吸收掉 對 然後你的身體就會把它吃掉 對 他就會把它吸收掉 真的就吃掉 這就是一個 你怎麼會想到 不是啊 他都要治療了 你怎麼可以答應你這樣治療 因為其實開刀 如果是一般傳統肝癌的開刀手術的話 要切乾的話 他是一個大手術 他不願意這樣 他這個傷口會非常大 那如果像我們這種電燒治療 只是表皮 他做完之後表皮就是一個針孔而已 表面上面沒有任何的傷口 做完觀察一兩天 他就可以回家了 所以他覺得這個比較沒有侵犯性 他寧願做這個 那要小對不對 肝癌要小 對 一般來講 大概三到五公分的肝癌 我們都還可以用這樣的治療 是 所以像一些高危 肝癌的高危險群 像是一些B型肝癌 C型肝癌的代言者 像這樣的高危險群 光是抽血也是絕對不夠的 所以至少每半年 都要追蹤一次超孕波 那如果有肝癌的話 因為肝癌的風險就更高了 那可能每三個月 就要追蹤一次超孕波治癌 別忘了訂閱我們的YouTube頻道 並按下小鈴鐺 看我們最新的影片 如果想要收看更精彩的內容 記得選旁邊的影片喔 我們 radical行動 然後再要更 접邊 行動 最後一段時間 有ероibny 成功 本來看一個 會心中版說 你沒有再瞻